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嘉宾的一个环节 那么桑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分享的是基于腾讯会议应用市场的远程验配技术 那么桑老师的话本身是腾讯天态实验室的负责人 那么他2019年回国加入了腾讯 在这之前他负责创建了杜比北京的研发团队 曾经担任了杜比中国和澳大利亚研发团队的高级总监 那么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其实腾讯天态并不仅仅是涉及到 我们知道关于听力跟服务这一方面的技术的发展 那包括腾讯会议 包括腾讯内部的一些很多产品的一些实施的音频分析 很多音频技术都是来自于腾讯天态实验室负责来实现的 那么桑老师今天的演讲内容就是 远程验配我们都知道是远程听力前服务当中 我们是会需要一定是会建议说需要通过一个视频的方式 方便听力是能够现场了解验配者的一个现场的佩戴情况 那么腾讯会议它是拥有得天图后的技术优势以及用户基础 那么腾讯会议以及腾讯天态会如何结合 在远程验配服务当中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让我们来听听桑老师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那么我这边要再插播一下 我们这边有一个屏幕上有一个问占的维码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个演讲之后的话 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意见 看看说对我们的演讲有没有一些需要改正的地方 因为只有你们给我们更多正面的反馈正面跟反面的反馈 才能让我们把这个论坛做得更好 OK那我们现在把屏幕交给桑老师 桑老师您可以把那个切过去了 好谢谢一正啊 我把屏幕分享一下 好了OK好谢谢一正 谢谢一正刚才的介绍 各位各位嘉宾各位同行大家好 其实这个话题怎么说呢 这是基于腾讯会议演讲验配是大概两个月之前 想要我跟一正讨论的这个想要讨论的一个切入点 但实际做起来的时候发现 就我们现在还不ready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今天是作为一个引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想要在这个 基于腾讯会议的这样的一个演讲验配技术 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以及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样子 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具体的方案可能这个我们怎么做的 做成什么样子 这个可能今天并不一定能够分享太多了 所以还是先从背景说起吧 然后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天籁 在腾讯天籁在这个注定方面上 虽然我们都不专家因为实验室里面大部分人 其实更多的都是这个做速度信号处理啊 或者通信啊或者计算机背景的 但是我们呢也是在开发这个腾讯内部多为腾讯内部多个产品开发这个音频技术的时候 我们也是就是两年多闲嘛就看到了注定器这个领域 然后当时觉得注定器领域里面的 就是说 当前的一个渗透率吧 在国内的这个注定器的渗透率可能距离这个 期望的这样的一个业界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我们认为 这比较比较跟国际水平相一致 或者我们期望的水平还有蛮大的差距 就渗透率比较低啊 传言的话就渗透率比较低不到10% 就是真的应该配戴但是也没有配戴的 真正应该配戴 但是跟实际配戴跟真正应该配戴的比率还不到10% 然后不到10% 然后跟海外相比有这个蛮大的差距 然后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在这里面了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听力干预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注定器其实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疗设备 我们知道他都知道他实际上是需要验配的 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听力师来给你做检查 给你做耳朵的检查耳朵检查内耳检查 然后给你做一个这样的测听 然后后期还有这样的测听做验配然后还康复是一个 蛮重的蛮重要的也是蛮重的这样的一个 带有强烈服务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如果没有听力干预的话 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听力干预的话 我们通过一些我们自己先上去都要了解到 就是说没有验配这个缓解的话 其实很多人就算他现在听力已经 就是听力损伤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但是他也因为缺乏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渠道吧 去接触到这个合格的听力验配师来帮他做 这方面的听力干预 那他也不会去配戴注定器 所以但是 线下的这个验配呢 就是他 本身据我刚才讲的是因为有个比较 线下我们都知道他有的种种的这个物理 物理环境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 实际 现实条件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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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限性 或者是制约 他并不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就能够 大幅度改善的是吧 这个开店他总要一家家开嘛 城市他总要一家家家开 你能去铺 然后尤其是听力验配师 要一个个来 训练 学习才能够 才能够 达到一个一个一个合格的一个水平 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为了 我们也意识到为了就是说 从验配这个环节来 来助力来帮助这个 提升国内的注定器的渗透力 有其他的多种方式 其中一个我们讲是自测听 自测听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说通过自己给自己 的听力来做一个检查 然后 自己根据自己的检查的效果 自己根据自己听力 测听 听力检查这个效果 来进行自己自我进行一个听力干预 能够自己把这个 从 比方说线上买到的这个注定器 自己就能够掩配好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 我们可以讲自测听它有很多好处 一块会介绍到 可以 可以延缓 可以 降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线下注定的 线下掩配的这样的一个 负担吧 然后 除了自测听之外 自测听 我们有一块也会提到可能还有的也有这种种它自己自身面临的挑战 那还有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 介于自测听和这个线下专业音频店里面测听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方法 我们讲叫远程测听 远程测听 remote fitting 或者利用这个 就是 Telial audio Telial audio 的 这样的方法 就这个 电信 或者我们讲 继续通信的手段 来来来来来 帮助这个专业的天理验配师 和有需要的听损的用户 搭起一座 桥梁 能够帮助这个有需要的这个听损的这样的一个用户 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测听和验配的工作 然后为什么需要自测听和验配的工作 我刚才也提到 因为就是线下的它有的一些 实际的局限性 所以自测听或者远程测听 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线下测听的一个很好的一样 有意的补充 他们 各自 面对不同的用户 面对不同的场景 面对不同的这个这个这个 用户的需求 他们可以很好的结合到一起 能够帮助这个国内的注定器 这个色头率能够提高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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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起把注定器用起来 然后对这里面最后提到一些远程测听 CDMV店的优缺点的比较啊 远程测听面临的种种挑战 下面能够 按照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节奏 来跟大家做今天的分享 对我们刚才我刚才提到了 自我测听 自测听的一些优点和局限性的挑战 自测证面列出了一些优点 优点 列在左边 缺点列在优点 然后 自我测听 就是 有些优点是比较 比较这个的 比较明显 可触达性 这个很容易就能触达 它不像这个 线下电 你还要去这个 实体的店里面 你知道你走过去你找不到你走过去是吧 自我测听你自己就可以测 然后便利性也是这个很方便 自测听 它不光可以测一次 你要愿意的话 你想测 随时就能测 随时就能够完成这个自我测听 然后 成本高和听力是缺乏 这个我们是提到 线下电里面 它毕竟这个 我刚才说到线下电是一个服务属性比较重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属性比较重的 这样的一个场合 所以呢 它自然成本就比较高 专门的听力验闭师 给你做测听 然后国内的听力 听力师 其实并不像海外一样 这个有那么多的合格的 这样的验闭师 尤其在小城市里面 三四线城市里面 这个高级的听力验闭师还比较缺乏 但是自私的听力如果能做的比较好的话 我们讲这里面能够能很好的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 多场景适应 一会儿我会提到多场景适应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在线下的这个厌闭店里面 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个可控的安静的 这个环境里面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测听 即便是有意识的就是现在会创造出一些 这个这个 实际生活仿真出现实际生活当中的场景 但是跟每个人你在你自己具体的这个环境里面来讲还是有蛮大的不同 自己测听 可能我在家里测听 因为我天天就在家里这个环境里面 我自然可以做的测听的比较准确 或者是我测听我自己在办公室里做一个这样测听 跟我的场景相对应 那我知道这个办公室场景里面 我真正需要的测听的 我做注定器的参数 所以这个可以做到一个跟自己 他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场景比较match 然后高校的信息传递这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在工作的 我们在这个这个做注定器相关的工作的时候 发现就是 这个有很多一些人这个信息传递啊 就把自己有需要的人听力 听损用户他的一个感受能够准确的 完整的表达出来表达给注定器 验背诗听 就是我现在这个注定器配戴起来我到底是个什么感受 我听到的声音到底是清楚 还是模糊是干 还是诗还是说声音 我们讲声音比较空洞 还说声音比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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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真实 就这方面对于 一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准确的把这个感受 用这个 验背诗能够理解的语言 描述出来 在自测听的这方面 因为你自己 什么东西你调 你不需要 不一定需要把它表达出来 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 你通过 测听软件提供的一些选项给你 你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信息重复 信息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因为信息只要传递了 那就存在损伤 所在的这个信息丢失的情况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优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讲 最后的 但 Last but not list 就是创造性 独立和祖融文精神 这也是 就是说大家如果 有这个提供一个很好的自测听的手段 能够对自我的听力 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测听和验背的话 那给个人带来的一个成就感 和个人对你整个注定器 你的他这个体验的一个 一个负责任的 这样的一个祖融文的精神 是不一样的 这个在海外也是得到了 多方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辅助的证据的这样的验证 如果这个注定器 是我自己验背的 上面的问题 我解决到 这边提到优点能够充分的用起来 那这个注定器就跟我的一个 怎么讲我的一个可操控的就是 玩具或者怎么样子 就是这个 它的各项各方面的性能都是我自己亲手调教的 所以是我创造出来的 我不依赖任何人 所以我自然对这个注定器的性能 我有一个非常 这个这个这个 强的这样的祖融文精神 所以会在日常佩戴啊 在体验过程当中的使用率啊 使用时长啊 都会得到很大的增加 他自测定的 也有些 当然了 他自测定也有些很大的 也有不少缺点 比方说目标人群 那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自测定的 对吧 那个 自我测定的 如果是一个老人或者是儿童 那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80岁的老人 你让他来做自我测定 这个是比较困难 然后操作性也是一个问题 自测定软件做的越精细越复杂 对于很多人来说 操作起来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偷通的事情 就是怎么在 我们作为专家人是可能这个软件设计出来 包括使用一些专业术语 觉得理所当然的 但是很多对于 对于这个 并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 这个人来说 比方说理解频率是什么 理解多少分贝 理解什么增议 再说更别说理解这些 降噪 波速形成 就这个反馈一致 这代表什么意思 那这个就是 太困难了 然后这些专业术语 理解起来就 具有难度 那操作这些相关的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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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 或者这些在 验尾软件上 操作这些相关的 这些选项 那就更加困难 这里面很多选项 怎么能知道 他能够到底应该选哪 不选哪 对于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 这里面是存在蛮大的挑战 然后做证定 其实我们也知道 更多是对于气导性 这个这个 因为测定有长导性 这个神经性 两种 两种情况 对于长导性 你说其实 如果更多的是 这个这个外耳和中耳 的一些问题 那自测定 他其实是检测不到 是吧 没办法知道 镜子看 做不到这一点 更多只是 对感应性耳中 内耳的这个耳毛 血泡的损伤 那通过自测定的方法 怎么知道 那气道的对耳刀这方面的问题 那可能还是需要有 专业的通过耳镜的 这个耳刀镜的这个方式 才能知道 然后 对看耳膜 耳膜是这一点 就是说对自测定来说 不太可能能 真的找到一个定制化的 这样的一个耳膜 因为你没办法把这个 对吧 自己耳朵的 这个形状给做出来 所以要做 对于需要 定制器 中度定水的 定制 耳膜的注定器的 用户来说 那这个自测定也存在着 这样的问题 那自测定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听力损伤 因为自测定的话 如果操作不到的话 那有可能 表上把这个 增益值设的比较大 那增益值设的比较大的话 一开始设的比较大 我可能感受 不一定 你觉得还听清楚了 但实际上增益值设的 比较大 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会会带来一个 相应的听力的损伤 这是我们看到了自测听 自我测听 就是一些优点和局限性 有点和局限性的一个 一个小种 一个总结吧 然后 这是自测听的一个 我们讲自测听的一个流程 每个流程里面自我测听 自我测听需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自测听的话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 本身注定器里面 它会带有一个 纯音 主要是这种PTA 纯音测听的方法来 完成自测听 那自测听里面的 注定器里面 它都会带一个 纯音的生成 Tone Generator 纯音生成单元 然后 一个准确的自测听 它面临着 其实很多方面的挑战 为了达到一个跟这个 在线下音域店里面一个类似的 或者是 一个 希望它超越的话 我们刚才提到了 一些自测听 它有些优点 那么超越 线下音域店 那它会面临 其实蛮多的挑战 我们讲 第一个是 In Situation Audiometry 自测听的时候 自己给自己测听的时候 那个Tone PTA Tone Generator 注定器里面的时候 那它需要 首先需要 我这里面提到 需要解决 这里面的这些问题 因为自测听 毕竟跟在线音域店里面 通过 专业的听力剂 或者是震耳测量相比 其实要解决 首先要解决一个 无差的问题 测听的结果 是否可信 这是第一点 对于这个自测听结果 是否可信 就是不管是你用这个 耳机 或者是一二体版 耳塞 你是需要进口校准 你的注定器带着这个自测听的 耳塞是需要进口校准的 你也保证在不同的频段 从250Hz 500 1K 2K 这里面 产生的增益 跟你实际希望的 是比较一致的 是吧 低频损伤的比较 200Hz其实比如说产生一个 50SPR的声音 结果产生的 实际上因为 低频的增益不够 低频的这个器件的挑战 CNRG产生不出来 那这个调整 那这个 首先得到的结果就是 就是不准确的 肯定是不可以 然后跟传统的这个 这个验配的方法相比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误差 是吧 因为自测听的时候 因为你的那个 那个我们都知道自测听力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不管是这个 我们叫RSI 或者是 我们叫 DOOM 他说open fitting的时候 那个RGNC进去的时候 他 他实际是会一定程度会 低频泄露的 那在低频泄露的情况之下 那低频测到的结果 其实是不准确的 那真正在 拿那个注定器 Audiometry 他那个 Audiometer 他会 他这方面 他会考虑的比较完善 但毕竟是一个专业的设备 所以 那 自我测听的时候 这个注定器本身的厂商 为了 达到 自我测听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效果 是否提供给你 比较一个 一个一个 封闭性比较好的 并且从深血结构 深血的器件 各项参数来看 是比较一个 合格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 或者是设备 就是 比较关键 如果 泄露的比较多 或者是 如果高频的时候 这方面的 也不够频的话 那自己测出来的结果 就其实 不准确的 测出来不准确的结果 那带来直接的问题就是后面的这个厌配公式 因为 经典的厌配公式 或者是说 大家比较公认的厌配公式 但是基于 我们知道 基于一个传统的 比较这个 这个 用这个 听力计 或者是震耳测量 测出来的结果 来推导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增益系数 那这厌配公式 只是 它有前进条件的 那 它都是 都是 为以前的这个 这个 听力计 或者是震耳测 测试的这个 这个听损听力图来进行厌配的 那你首先这个 如果是 这个自我测试的结果就不行的话 那这方面这个厌配公式得出结果就不可靠 对吧 然后 自我测试的时候还面临其他另外的挑战 我们讲这个 讲这个环境造成的影响 因为我提示说到 自我测试的时候 你不太可能像这个听力厌配中心 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那到底这个 Ambient Noise 多这个 Noise的 不同频段的 它的本体噪声是多少幅度会对你本身的这个 听力厌配你产生的纯音会有个隐蔽效应 那这里面到底多少 多少 Db的Ambient Noise 是可接受的 对于这个测试的结果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哪些又是 不可 就是 是 是不行的 在不行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 自我测试的软件需要这方面能够给出一个提醒 比如说这个房间太吵了 那这个结果是不行的 你需要找一个更加安静的环境 诸如此类的这样子的因素都需要考虑到 然后Low Frequency Leakage 我刚才提到了 就低频泄漏的情况 那个 自我硬配的这个 如果是是是是是是 声线上不达不达标的话 就不行 然后 Frequency Dependent Estimate 也是就是自我测听的结果 其实跟这个方面有过研究 不是我们实验室做的 但是看 相关资料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Situation这个测量出来的结果 在低频和高频 跟这个增儿测量的结果都是有无差的 低频可能倾向于 那个那个 因为有泄漏的原因 倾向于underestimate 高频倾向于overestimate 所以这些 相应的这个 厂商我们做这样的这个 这个 自测听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注定器的时候 需要把这些因素 考虑进去结合起来 然后跟盐培共识一起 来来来来 最终给出一个 比较靠谤的 比较 可信的 这个初始的这个盐培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参数然后跟后面 我讲第3步的时候参数细调 然后最后一个device 的level of hearing impairment 就是这个测听 它也是跟你的具体的 不同的这个注定器相关的 不管你是这种 你是BTE式的 或者是RIC式的 或者是 CIC的 那它不同的这个 自研配的 这个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这个 这个 注定器的这个产品形态 对你测量的 耳道邪灯枪的这个影响 泄露的影响 这些都是有区别 那不同的这个产品形态 你自己测出来的这个 自我测听的这个结果 那相对应的这个验媒公式 都需要把这些 他的差异性考虑进去 来进行相应的补偿 才可以 最后然后我也提到 不同的 其实不同的这个 听损的这个程度 对于 自我 对这个自测听的 这个 这个敏感度也是不一样 中度的人可能对自测听的这个 这个这个误差 能够 不是那么能够能够容忍 但是中度的可能相对而言 这地方也就不是太敏感 然后验媒公式 其实跟这个测听的结果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我们提到不管是Nord 或者DSL的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都是针对这个 传统的 经典的 这样的一个测听方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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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验媒公式 那其实我们如果是 真是自测听的话 这个这个 相应的这个验媒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公式 需要考虑到前面自测听的种种的 带来的误差和实际的场合 才才可以 然后 对于新的和有经验的这个 佩戴用户来说 其实验媒公式也应该是不一样 因为新的用户 大家都知道新的用户 可能一开始 自己不能调太高 对吧 他会觉得太吵 有经验的用户 佩戴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觉得真意又不够了 需要这些项目调整 那你因为自测听 你随随随随地都可以验配 过每过一个月过两周 你可以再测听一次 因为根据你佩戴的注定器以后 对这个声音的体验会不一样 那这时候验媒公式也需要 把这些相关联署考虑进去 对 讲了这个验媒公式以后 然后最后参入戏条 参入戏条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自测听的 很大的优点 我刚才提到过 就是根据你的日常 生活工作的场景 你可以在这样相应的场景之下 对于这个验配的 对你的注定器的这些相关的参数 比方说WDRC的 各种 更频率相关的Gain 情况 这个 Compression Ratio相关的 Tag Time Release Time 对吧 这个Neap Point 这些东西 你都是 如果是自测听网 都是可以调的 然后MPO 最大生涯输出 也是可以调的 因为这个 根据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之下 你其实会有 不同的这个倾向性 个人对于这个不同的场景 你还喜欢什么样的声音这个牵人牵耳 这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不同的场景之下 其他的关于这个降噪的 关于AFC的 降噪的这个参数 AFC是反馈一致 反馈一致也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Level 反馈一致 我记得会对语音有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损伤的情况 以及BINFORME 波数 行程 你选择 不同的场景下 喜欢什么样的波数 还是你就请上去点赞 二眼睛资深音波数来做 这里面根据你个人自测听 来说 在所处的不同的场景 都可以做这些 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调制 精细化的 fine tuning 你就fine tuning 精细化的细调 细调以后这些参数处 可以有效的跟注定器的场景 识别的算法 结合到一起 来提供一个非常精细化的 验配的结果 保证用户 在 尽可能做的场景里面 都能得到一个最好的体验 而不像是说在这个 一定的线下验配店里面 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对你生活当中 所有的场景 因为当时验配的时候不具备 都能有一个最适合的这样一个验配参数 在这里面讲到自测听的一些优点和一些面临挑战 那OK 再看一下下面 我再说一下远程 远程设定 为什么我们就是觉得 因为自测听我们也提到自测听它有些缺点 刚才提到缺点 但它有很多的一些优势 那 刚才说了其实自测听里面说了很多 其实刚才很多讲了很多的 分享 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用户来说 其实都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来做这样的一些非常专业性的操作跟验配 对吧 这个专业性的普通用户哪知道去调 我们说的验配软件里面的各项这样的参数 对不对 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该调 这个频率里面增益来调多大呀 该调什么样的这个 压缩的这些 参数啊 包括调这个NPU 调到多少是最适合的 面临 普通人面临这么 一大堆这么复杂的这样的验配软件的时候 这些可调的参数的时候肯定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怎么调 那这时候我们认为就是其实远程验听 远程测听 在这方面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辅助作用 帮助这个需要的这个 自测 能够做自我测听的用户和这个专业验配事件 搭起做桥梁 因为他可以很好的解决 通过远程验听的手段可以很好的解决 这个操作性的问题 他知道怎么操作 专业性的问题也不用担心专业性的术语 专业性的名词是什么意思 听力验配师自然能够能够能够帮助你 然后听力损伤的他也 创造性耳中应该可能不行 创造性耳中在 远程验配的时候 他不一定有那个耳朵镜 能看得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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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耳朵里面有中耳啊 或者是不中耳眼啊 或者什么 当然又会有耳色 耳朵堵塞这种情况也是做不到 但是 听力损伤 所以这个这个完了写错了 然后听力损伤这块是可以做到 听力损伤的话 因为 借助专业验配师通过远程验配的手段来帮助 这个 用户的话 可以避免一开始设置的这个验配的增议 这参数啊过大过响 导致这个这个 这些听力损伤 所以我们看到远程验配这样结合起来以后 可以很好的 对吧 能够 把这个这个这个 自测听的这些优势 能够利用上 但同时呢 又避免这个自测听的时候 一些一些它先天带来一些缺陷 这是我们就是根据刚才分享的这些这一整套的思路 我们觉得利用腾讯会议 因为 因为我是这个腾讯会议天来实验室的负责人 所以腾讯会议我们在开发腾讯会议的时候 我们 就是说就是很好的可以借助一下 今天我们开会腾讯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媒介 在腾讯会议应用市场上 我们提出一个基于这个这个远程验配的这样的一个听力康复 或听力干预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 可以借助于腾讯会议的应视频连接的手段 我们提到应视频 实时的应视频通信 就像我这样子跟这个 这个今天各位的 各位嘉宾 各位用户在这里进行一个实时互动 假如说我是验卑士 那你可以看到我 我也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用户你 然后通过屏幕分享的手段 腾讯会议是具有一定的 我们开发的屏幕分享的能力 所以我也能够看到 那个我如果是验卑士 我可以 看到这个用户手 手上的自验配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界面 上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各种可能各种操作各种选项 然后并且一个听力图 可以完成一个听力图的这样的数据同步 我可以根据你的听力图 来指导用户 如何在自己的这个 自验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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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验配过程 而且 借助于同意会议 可以很好的 把听力 听力验配师 跟这个用户建立起 这样的一个联系 是吧 只要在会议里面 这个这个省去了 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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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来回来回 来回这个 车马 车车车 车马劳累 这方面的 这些问题 不可以 会议现在还是比较比较方便的 然后 对 然后看看 对 对我们跟业界的 就是一些同行交流的时候 也得到一些反馈 就是现在的这个 远程验配 可能 对于这个 音视频连接的一个稳定性 可靠性 是很大的 一个挑战 对吧 避免在这个验配过程当中 出现的这种 这个 云通信 或者视频 不稳定性 不可靠性 也不断来续续 不流畅 这些问题 会 极大的阻碍 这个远程验配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进行 但是我们讲基于我们在腾约会议上面过去三年 开发的重重的底层的这个音视频技术 跟这个网络的这个 若网的抗性技术 若网抗性就是保证在那网络发生这个一些 波动啊 抖动啊 丢包的情况之下 还能有个很好的这样的音视频连接 使得这个在线上 大家 任何人面对 见面 在一起 在在在在 在线上来 一起做这样的一个 验配远程验配工作 成为一个可能 对 然后这也是我们在天类这边我们已经开发出这样的一个 意图开发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 天类注定器的一个解决方案 包括测听 包括线上应配 包括主听包括蓝牙功能 因为现在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注定器都需要有蓝牙的功能 用户 比方说 稍稍躲音啊 或者听听音乐啊 看看听视频啊 这些 声音可以直接的 通过这个蓝牙的方式 能传到注定器里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完整解决方案 然后 回到测听本身吧 一个测听就是 其中的一个环节叫听力筛查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也推出了一个 跟中国 跟中国文化 专门文化 紧密相关的 基于12生肖的 这样的一个听力筛查的 这样的一个小程序 这个听力筛查的小程序 可以帮助用户快速的 用这个 在不同的性造笔 不同的造成环节之下 是否能够准确的识别 我们讲12生肖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帮助用户能够完成 这样的一个 听力筛查 知道自己是否有听力损伤 然后 这是我们12生肖 就是 听力筛查之后 我们也是做的一个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 SRT的 这个 这个 研究 看到其实12生肖 他们在谱上面 还蛮具有多样性的 不同的这个斜波结构 有圆音 有辅音 有摩擦音 然后 有音调 有带不同的音调 这个是这个中国语言的特色 所以他们在谱上 在这个语谱图书上呈现出了一个多样性 反映到SRT 我们看到 其实对于不同的 这个12生肖的 这个 生肖 他们的SRT的 知识不一样 有些也可能分辨出来 这个需要一个比较高的 这样的性造笔 有些的话 相应的话 这个性造笔的话 就是 就是要求并不再高 所以我们会根据这样 他们不同的SRT的值 也做一个 也做一个 做一个 教准 然后保证这个 这个在12生肖里面 能够能够测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 结果是具有相当多的 相当高的知性度 然后 我们说一下 这12生肖的 其实我们已经在 跟多个也是业内的多个厂商 在一起合作了 跟科莉尔 是人工尔网厂商 在他们的这个 看到可以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APP里面 小程序里面 继承了我们开发的 12生肖的一个 远程测听的这样的工具 就是 这是powered by 腾讯天赖 然后 营发天赖 小程序里面 就是我们跟 营发实验室一起合作 也是开发的 这样的一个 更便于老年人 能够识别 能够认识的 这样的一个 听力赛的小工具 然后我们跟这个 新生 厦门 新生 助力机场上 也一起合作 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 APP里面 继承了我们开发的 这个12生肖的 这样的一个 赛查程序 可以帮助 这个 用户能够快速的对自己的进行一个赛查 所以 赛查是第1步 然后我就提出了赛查的 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 就是说在这个远程测听的 验配 我们意识到 我们 我这边提到 中分意识到这个远程测听 跟这个 远程验配的 自测听跟远程 测听加 验配 可以很好的 跟这个线下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验配形成一个 很好的互补作用 大家 大家互相 这个这个 互为补充 来 来来来 解决 各自的这个方式 解决不了的问题 能够通过这样互相补充 互相增强的方式 互相增强其实是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第1次可以去 线下验配 但是第4验配的结果 回到家以后在 家庭面所处的不同的场景下面 通过跟 验配室 我们说经历这样一个 远程连接的平台 那可以 对自己真实生活的环境 能够更 做一个更加精准 更加精细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验配 把这个参数 在验配室给你的 初始的参数 基础之上 能够能够能够调的 更加 更加适合自己 所以通过把这个 我们讲 自测听啊 还有远程验配啊 和这个线下的这个验配 结合起来 我们觉得 意识到这里面挑战 有些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方案 能够在这个方向上 在 正在 正在 内部的这个研发 我们讲 这一句 腾云会议的 这样一个远程验配的平台 正在紧摸密鼓的 开发过程当中 希望我们目标在未来的 希望在明年的 R2的时候 能够有相关的这方面的 一些 产品可以推出来 跟这个 跟业界的 合作伙伴一起吧 能够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自测钉和这个远程验配 工作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一起做起来 能够 帮助国内有需要的 这个这个这个 听听的用户吧 在这个线下 验配触达不了的 不能无法触达的情况之下 依然可以用好 依然可以用上 用好自己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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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 这个 好 我今天 看下 实验 差不多 40分钟 就先到这里 Stella 好 谢谢张老师 非常简单 干脆利落 把这个 腾信 最像要做的事情 全部都给 讲出来了 也是让我们挺兴奋 因为这一年年 我们也看到 有好多的一些变化 那个 宋同学 宋安芬同学 来 我Q一下你 来 您做一个 有没有一些 补充的一些解释 可以说一下吗 好的 咱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您说 好的 因为确实 刚才听 张老师讲了 40分钟 其实我也深有感触 因为毕竟 京东其实在 2020年就开始 在 跟我一起 就一块开始 做了这个 在线测听的 这么一个项目 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很多类似的问题 跟张老师 刚才所说的问题 比较类似 首先我们 有些客观因素 是不好达成的 比如说我们的 环境噪音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们并不知道 用户的耳朵 是什么情况的 就我见过 比较真实的案例 就是用户的耳朵 被一块叮咛堵住了 它测听的结果 一定是不准确的 而在远程测听的话 这个办法 是我们是不知道的 可能用户 有40分贝的 听力损失 但其实 它只是因为一块而始 其实它的听力 是正常的 那这些东西 我们是 无法判断 其次的话 就是我们 在在线或者远程测听 它只能测 基本上目前来说 我看到的 很多软件 只能测的是 气导 但我们的鼓导 是测不了的 所以这也是一些局限 会阻碍我们 对一个人的听力 真实的判断 而第三点 其实我是希望 可以把在线测听 跟在线宴配 所分开 比如说 只有是一到二的这么一个步骤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趟流程 比如说我认为的话 就是在线测听 你测的准确与否 是你能否进入第二步的一个先决条件 而不是一一定 做完了一一定能 验配 就能验配的很好 首先我们 介绍一下京东的在线测听的软件 是采用的是 英国的和比较传统的 匠师生物的策略 去做的测听软件 然后我们并没有采用蓝牙的技术 我们直接用的是 比较简单粗暴的耳机加手机的形式 然后我们也是之前去做过临床的测试 然后使用过苹果的手机 然后安卓的系统 还有三星的手机 不同的三款进行了不同的测试 然后对一位患者 在用我们的自研的软件 和临床上正常的纯音测听进行了对比 其实在非常理想状态下 我们的准确率是可以达到85%的 但是我们当把这个软件开发出来 然后运用到使用了 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收集到了15万余份的数据 就是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明显能看到有些数据是非常不准确的 那这些原因的话 我们也在目前的在深究 或者去跟用户去想办法去一对一的进行联系 比较不准确的数据能看出来 就是这个数据基本上全都是听不见的状态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音量的大小 或者是背景噪音的问题 基本上所有的预知 基本都是100分倍以上 甚至还有那些探测不出来的点 所以我们在想就是在如果我们在线测听这地方 还无法保证百分之百准确 或者百分之九十五准确的情况下 我们是很难开展到第二步验配的 众所周知我们的验配是非常准确的听力数据 以及用户的听力背景 那我们听力背景的话 我们不能只单单知道 它一个纯音测听的一个数据 那比如说像我们耳道的情况 包括我们病史的情况 还有比如说有没有这个中耳炎啊 等等一系列这个耳部疾病的问题 其实它都会导致我们验配不准 其实我们拿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听力损失 听力损失的一个听力图的话 这样没有办法非常保证 我们一定能验配的非常的完整 其实在京东平台上有很多的商家 然后已经开始利用在线验配 或者远程验配 去真正的为用户去验配注定器了 但是我们发现这些注定器的退货率 非常非常的高 很多时候用户连第一步非常基本的 如何连接蓝牙都有点问题 就像刚才商老师说的 可能我们不适用于儿童或者是老年人 但是我们的用户比如在七十岁左右的时候 这些用户也会反映出类似相同的问题 比如蓝牙不会连接 导致我后续的所有的流程都无法做到 然后再分享一个比较小的经验 就是我在英国当清理师的时候 其实我一年大概能验配五百名用户 有超过一半或者超过三分站的老年人 是八十岁以上的 这些老年人他可能连把耳塞或者是year mode 带到耳朵里都会非常困难 我们大概平均一位老人需要至少指导十分钟 才能顺利的让他把耳塞塞到耳朵里 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位置 然后能保证注定器在这个状态下听得非常好的情况 也需要大约十分钟的努力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觉得第二部分的难度要大一些 我们如果能先把第一部分的准确度 然后先去保证好 然后再去看第二部分验配的能力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一步一步功课的 一个更循序监进的道路 好的 好的 来啦 好 谢谢 我刚才觉得那个 因为孙航航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一期 其实我先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期主题就是做这个听课的时候 其实关于这准确性 包括它的一些效果上面 其实有很多人都有持一些不同意见跟看法 但其实昨天也有人跟我讲 包括之前赵黄老师也说过 那我们做过演位测听 或者是说这个用户可能第一步 我就先到医院或到一个专业的一个听力机构 我先做一个听力测试结果 我把这个结果在哪去给到我要去服务的单位 不管是online的或者OTC的方式的话 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现在可能第一步到第二步中间的这个问题 可能稍微可以做一些解决 这是一种方式 对那还有一种方向 但第一种方式 其实因为我们三期下来 包括等一下还有那个秘密的分享 其实会看到 其实就是做研发的 包括理工兰 其实他们也很纠结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你说这个生物降时 用多少个步骤去做 它的严谨性的情况下 其实用户的会完成这个任务的概率其实是不高的 因为你自己也说过 你的十万分的数据 其实有一些还是不太好看的 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找这个平衡点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大家都要再努力 再去把这个改得更好一些 但是就是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改掉一些的 桑老师你看您的意见是什么 这个是的 Stella你说的对 其实那个海外很多时候 因为它去厌配电力比较方便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去天理厌配中心 拿到自己的这个听力图以后 包括孤岛的气岛的 如果你去 如果你能去厌配中心 那真的就是我们讲 四厌配或者眼睛厌配 很多一些碰到的这个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然后是一个蛮好的补充的方式 那要看这个天理厌配中心厌不厌 就是跟眼镜厌配中心一样 你去眼镜店里面 你厌配了测了一下光 但是你不买它的注定器 看它可不可 越美能够提供把这个厌配这个服务 测听跟厌配这个服务 能够从厌配中心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售卖流程里面 也独立出来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听力你在就是拿这个听力剂 或者是真耳测量得到的这个听力的 这个这个厌配的结果呀 听力的图 那然后你把这个输入进去到产品里面的时候 产品因为它具体的不同的产品形态 我刚才提到过 包括它使用什么样的耳塞 这个就eartips 或者就是那个洞是吧 各种什么莲花 预金箱头啊 或者是双摩托头啊 这些其实都是对具体的这个增益 有影响的 因为它有不同的泄露的情况 耳道也有不同的 这个包括你不同的形态 但深入耳道多少 这些耳道的这个协认枪 都对这些增益会有影响 所以当然这些影响到底有多大 我们一般认为可能就是 10dB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并不是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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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导致你能够没法使用 但是就是说一个好的 这样的我们叫好的厌配公式 跟自己的产品的形态 跟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听力图的输入情况要结合起来 尽可能的在第一次厌配的时候 能给出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 这个注定器参数出来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然后不管是用户自己 或者是说这个远程厌配的厌配师 可以在一个相对比较靠谱的 这个促使厌配参数的基础之上 能够细调出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更多满意的参数 这里面就是说 基于这个这个这个 你把现在两种不同的这个厌配方式 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里面细节上还是有一些问题要考虑到的 我看这里也有 比方说有这个有用户问 自测和远程测定的参数有哪些 然后不同测定方式的测定参数有区别吗 肯定是有区别的 不同的频段上不同测试方式 三到十个DB 甚至更多一点的区别都是正常 好的 要不您接着这个问题先继续往下再回答 然后等我们再来看这个 宋先生这边有没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 您先回答这边的问题吧 OK OK 自测和远程测定参数 我们的参数是蛮多的 其实我刚才PPT里面也提到了 跟WDRC相关的这些参数 你肯定是需要暴露出来 让这个这个 这个厌配式来来来来来来调整的 对吧 多少变的 多少增益 不同的WDRC相关的这些 跟压缩相关的这些参数 以及这个MPO的值 是吧 最大输出声量 不同频段上 这个你肯定要暴露出来的 然后 那个 还有一些就是个性化的 就是注定器上面 会有不同的这些高级的功能 是否有这个 反馈一致 不同的级别 造成降噪 不同的级别 然后播出声音 不同的播出的情况 还是受自适应的 就这个刚才分享的时候也提到 就是厌配的时候 主要就是厌配相关的这些参数 然后 就是说自测听的时候 或者自厌配的时候 主要自厌配吧 那这些参数可能 你可能做一些适当的简化 因为可能对于很多这个 诱惑来说 他并不需要 太多的这些细节 也容易让他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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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using 当然对于眼神厌配 专门听的厌配诗的话 他会根据那个实际的情况 他有更好的判断 然后腾讯的整套测定方案 目前医疗厌配的效果差异多少 对面还是讲实话 我们也是这个行业里面的 刚刚就是说这个 新手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测定方案 跟目前 就是 不是说目前医疗厌配的效果 就是我们的测定方案 给出的这个 initial的这个 fitting的这些parameters 距离用户最后的 我们调教过的 在不同频段上 特别是这个高频上面 其实还有蛮大的差异的 我们常常有时候给的一些增益 给的 原来给的过高 后来一些的发言 有时候又给的过低 尤其是在不同的这个造声 和不同的安静场景上面 就是这个增益的值 出手 出手的这个值 给出来的 还是 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调整过程当中 但是好的就是 这个测定方案 是可以通过 验配更多的用户 届时远程验配 跟这个自测定的优点 它可以通过 它是模型可以学习的 这些参数可以通过 更有效的方式 把它学习起来 然后用的越多 以后就越来越准 然后有没有搭配 孤导耳机的 这个孤导耳机来做测听的 我还真没有 真没有那个 不见到过 因为孤导耳机 它的高频 方面是比较弱的 它震不出高频的 那个能量出来 然后但是损伤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高频抖降型 这个高频的损失 其实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 孤导耳机来做 远程测听 还是有 至少多方挑战 应该蛮大的吧 至少目前的 这个声学结构上 也不支持这个 孤导定定问题 安全 而使定定问题 可以通过 安静唇音和 噪声下的唇音结合 来进行弥补 噪声下的测听 对 这个提的是有道理 噪声下的测听 可能不太受 传导性的影响 这个 就是说 怎么通过 这个不同的场景 下面的测听的结果 能够尽可能能规避 刚才提到了 这个自测听 或者远程测听的 一些局限性 这里面还是 也是有蛮多的 这个 可能从这个信号处理 或者原理性上分析的话 可以挖掘出来 我觉得远程厌配 就是我总体的感觉 就是不管是自厌配 或者远程厌配 还是一个比较新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因为大家习惯着 传统 就去传统的线压电力 去做厌配 但实际上 现在比方说 受疫情的影响 或者是说 本身的所处地区的限制 我又不想去 或者我又去不了 那在这个远程厌配 和自制厌配 这个新的方向上来 怎么来有一个靠谱的 对这个厌配 测听的厌配技术 是吧 跟自己的这个实际的场景 结合在一起的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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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媲美 这个 卸下厌配的 这个 这个效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新的 就是我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 如果 这个 现在也没有一个 就是讲什么 就是大家都公认的 这样的答案 这个这样的问题 很多这个相关的 这个公司 和学校 都在做这样的研究 但是这个远程厌配技术 我觉得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 是吧 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很多 这个实际 实际生活当中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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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局限性 所以 所以这是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对 用言语测听 这个是这样挺好 言语测听 我觉得是说 这个 是什么 是这个 这个 线上厌配 或者自厌配的一个 很好的补充 我其实刚才没有展开讲 但是对于言语测听 这个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 纯音测听跟言语测听 他们的不同的定位了 因为纯音测听的结果 其实也是为了 更好的语音可懂度的 但是语音本身 不同的语言 中文 英文 普通话 粤语 其实他们在这个 尤其中文 尤其音调的语言 这个 Special geometry 它其实是跟纯音测听 他们是有 蛮大不一样的 纯音测听的结果 其实用在不同的语音可懂度上面 其实 这些为什么需要听力 专家听力厌背实际法经 微调 根据你不同的场景之下 根据你的这个情况 其实中文有中文 Hint 是吧 那个叫什么 In the noise 在 Hearing in noise 这个test Test Suite 它有那样的测试机 来做这样的 言语的 言语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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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查 然后根据言语 这个测听的结果 来调整 相应的 在不同的评段上面 不同的造成场景下面 一个增益 在言语测听这里面 我就说这个 在线下 验背店里面 是比较容易受到 听力 验背师 它本身的发音 它本身的这个 所属的环境 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在线下 或者自我 验背的话 可以有希望成为一个 比较标准化的流程 就是反正 这个 这个不同的言语 它代表什么样的 不同的评段 不同的言语里面的 不同的这个 Syllables 是吧 音节 它在什么样的 一个评段的分布 是原音 还是辅心 是摩擦音 还是爆破音 这些东西 通过标准化 以后 根据言语测听的 一个结果 可以对相应的 这个 刚才提到的 种种的参数 WDRC的参数 降噪的参数 进行一个 有益的补充 因为中级 验背的目标 还是为了让 这个言语 可总度的提高 不是为了听清楚 那些纯音 代表的言语可总度 所以 言语 这个 基于 言语的这样 验背技术 如果能够 这方面能够 取得一个 很好的效果的话 会是一个 蛮大的进步 好 这是我个人的 观点 Stella 好的 谢谢 我刚才看到 今天的聊天 其实非常的热烈 你们自己把问题 跟答案 都给回答了 然后我们就不用 继续 非常谢谢 今天的观众 非常给力 那么 因为我们今天 还有两个环节 所以蛮紧张的 所以跟宋先生 也刚才聊了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 腾讯这边 跟京东后面 未来可能有些 合作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刚才一些 比较简单一些 小小激烈的碰撞 我们也是看出来 大家各自的 诉求的不同 所以对一些产品的形式 包括一些模式 变化都有一些 不同的要求 但是好就好在 腾讯 它有很大的 一个庞大的体系 不管在技术的 知识上面 一个用户基础 像包括 如果能够通过 腾讯会议 去把这些都打通 那包括这些 尤其是远程 比如说视频同步 包括一些简单的 数据同步 这些工作 最基础这些 能够通过腾讯会议 去做到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一个蛮厉害的 一个点 那包括如果 比如说我们通过 腾讯会议 做一些测听 这个稍等一下 Mimi也会 Mimi Healy 会做类似的 这个分享 所以我先说 从这些点方面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利用现有的技术 去做一些 改进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 后面腾讯可以有 更多更好的东西 然后可以跟大家 做个更好的合作 把这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那么我们那个 商老师的部分 先就这样吧 可能实在不好意思 不能再接更多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 非常的赶 那么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等一下 商老师如果您有空的话 可以在那个留言区 做一下评论 好吧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 非常感谢商老师 现在完成了我们就第一阶段的一个讨论